为应对无证移民涌入潮,德克萨斯州在边境部署铁丝网,并据称命令当地工作人员将疲惫不堪饥饿的寻求庇护者推回河里。 美国历史上那些寻求政治利益的人针对移民的仇恨言论和行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涉及政治谱系的两端,但公然的残忍行为正变得越来越大胆,尤其是在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 针对此话题,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举行简报会,与会嘉宾们讨论了南部州边境正在发生的情况,对于限制移民申请庇护能力的新诉讼,以及这些行动对2024年新总统选举的预示。 社会学家、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曼努埃尔·奥尔蒂斯·艾斯卡梅斯首先介绍了美墨边境的所见所闻。 他表示,自己来到美国边境多次,在边境的不同点进行了观察,首次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像战区一样。 他认为,德州如放铁丝网等障碍物正在给穿越边境的移民增加风险。 移民中有很多孩子、婴儿和孕妇,炎热的天气和长时间步行都会让他们精疲力尽。 阿尔蒂斯遇到的大多数移民来自委内瑞拉,尽管他还遇到了来自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移民。 人们相信,一旦他们进入美国,他们就会安全并被允许留下。 但墨西哥当地的记者告诉他,许多移民被拘留24个小时,然后被遣返。 阿尔蒂斯还指出,伴随德州政府对移民的限制,最大受益人可能是走私贩。 许多走私贩提高了偷渡费用,有的从500美元提高到了1500美元。 他还听说,有的走私贩会根据移民的原国籍调整价格。 美国移民委员会高级诉讼律师吉安娜·伯罗托指出, 在7月27日,美国移民委员会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联合发起诉讼, 对拜登政府对于那些没有通过CBP-1应用程序预约面谈的寻求庇护者禁止入境进行挑战。 在美国法律要求下,这些寻求庇护者他们需要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和人工设置的限制, 同时为他们提供技术上的障碍是不符合宪法要求的。 他指出,人们根本无法使用这个应用程序进行预约, 很多移民申请者可能住在庇护所, 常会面临着没有网络、智能手机或无法理解英文等问题。 即便有手机、网络还需要熟悉软件, 使用的语言他们很难理解, 只有很少软件有多重语言, 对于移民来说有困难。 调查显示,无法预约是使用的语言软件不支持, 残疾人无法使用软件,如不接受面部识别。 此外,每天只有1450个预约名额, 很多人等预约几个月了,但仍无法等到预约时间。 我们发现这个法律是以保护的基本的正确要求庇护, 而是在美国和国际的法律。 拜登政府已建立了这个电话计划系统, 而是成为人们在逃避护侦, 在入口的区域。 CBP1的使用程式是一个凶的方式, 以保护的最危险的逃避者。 南魏里工会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尔吉尔森 则讨论了当下移民问题对2024年美国大选的影响。 他指出,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 当前的边境局势在美国历史上已多次重演。 他认为,在2024年边境的移民不会成为主要的问题, 尤其是如果经济持续强劲的话。 那些在大选当中共和党人可能会采取行动, 且气候变化跟移民没有太大关系。 社会认为,师庭集团所在美国历史上角演变化。 电視运动果图 估计相问